哈喽,大家好,我是朱小曼Seo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大猫康彩斯 我们这期给大家做一个近期购物分享 由于近期我们购物了很多奇奇古怪而又适用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着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 开始吧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近期的分享 我就分享的就很直男了 全是实用起好用好看且便宜性价比高的东西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户外用品 是一个看着平成无奇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一个NOVA的手电筒 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 钢铁直男子 钢铁直男粉 看这个钢铁直男粉 非常不值 粉的很正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家没有手电筒 所以说我想买一个这个呢 就用来晚上出去抓宝可梦用 因为夜长路黑嘛 就是用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它里面给争送了两个电池 然后让我把它放进去 其实我昨天已经试了一下 感觉这个还可以 因为天气全黑的情况下 天气已经是可以看到前面走夜路的 要不然的话怎么能交手电筒呢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NOVA 对 这是NOVA的一个联名款 然后呢它非常简单哈 你看这个它 它 你一拧前面 哎 它就亮了 然后 一拧上它就直接变了 就收光还挺好的 但是它是有一定重量的嘛 然后我觉得拿在手里还不错 然后最最炫酷最炫酷的是因为它是联名的 它跟 new order联名了吧 不知道我这说对不对 每次都说差 反正就是好像是new order联名了 然后它这个性价比还不是很高 多少钱 就是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说大家就是喜欢再入手 不喜欢就算了 因为这就是一个手电筒 没有其他的作用 109澳元 反正就是说这期分享的奇奇怪怪 其实都是我买的奇奇怪怪的 它买的东西还好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 一个折叠椅 是一个Heli Knox和Kaha合作的一个折叠椅 哇这个很难买 这个是我在案子上抢的 是因为最开始它在那个HBX上有卖 然后我觉得这挺好的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全部卖没了 全都sold out 所以说我又去找 然后它是一个special的 然后它是一个最基础的那个小的 就不是长的那个 是一个矮的 就我先不给大家装了 装了我放个图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具体结构 就是打开 就很简单 之前我们是不是还买过这个 之前还买过 那边户的联盘 那边户的联盘 当时只买了一个 好像只抢到一个 对 然后就是还想再买一个 对 然后它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就是用它的座椅呢 靠了这个 把它这个 就是它这个板凳的腿 也放在上 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组装的嘛 然后它这 就跟去年一样的 就是所有东西都非常容易 然后它是一个特殊的钛合金材料嘛 就是说它这么再小的几根棍 也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我看一下它测试好像能承担一个好重好重的一个 一个壮汉的重量 反正就是这个装开之后 把这个套上去就是一个凳的 对 我就不给它泡 这个是一个迷彩的 然后跟卡哈联名的 我觉得 我觉得它 我觉得它最帅的就是说就是在丛林里面 遇到暴露的玩 可以装个成野装 野草不对 因为只有卡哈有这个迷彩的嘛 但是最近还有跟那个小狐狸合作 我没抢一个那个 那个就比较小清新 就是大概这样 然后把图片给大家放在底下 这很好 然后性价比也不高 性价比不高 对 我最近买的东西性价比都不是很高 就是只是因为喜欢收藏嘛 所以性价比不是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让大家称目结舌的一个东西 这个用我朋友的话说 哎 这不是made in China 但是还好 因为这个是我前两天 从supply买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买完之后 我那猫都已经称目结舌了 他就觉得这是什么烂东西 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讲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潮水的爱好 诶 实不相瞒 我买它我也不知道为啥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酷 就是因为很酷很帅 对 就是因为很酷很帅 你知道吗 因为它这个跟内部库的联名的一个 打农药的一个东西 我最初买它的想法 是因为我想把它放到消毒水 然后如果疫情来的更猛酷的时候 我就在家背着这个 然后背到后面就打药 就是到处喷 就是到处喷 然后它给松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主体 到时候等有耗盆就可以了 然后它有一个前面这个 然后它是一个板出来的这个东西 然后是这个 然后它是把这个连到上面 就可以了 就你背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罐码 然后就可以打药了 就可以打药了 就我觉得就是其他的都没啥 可能它跟别的都差不多 就是跟外边那个bonus 卖的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它最酷的就是 它和内部互联名了 就是其他我也不在乎 这个呢性价比也不是很高 因为我觉得这个头吧 在bonus大概 25升吗 对这5升 我觉得在那个bonus卖也就是 20块30块橙子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是那个的两倍嘛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但建议它是连名的 我觉得就合适 而且色彩挺好的 一样我要如果穿一身充分衣 拿这个在院子里打农药 对吧 谁过来谁 原来可能觉得你有病 谁过来谁也会觉得 哎 你他们家的上锅纸的还挺好的 就是这个 大家都知道澳洲突然就秋天就到了 然后我这次买了几件毛衣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件 我身上穿的这件是 Friendly Shop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就是 很多设计师品牌都会出这种夹两件的 它是背心和这个袖子是分开的 分开设计的 然后我比较了一下 我觉得Friendly Shop 这个是我觉得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 然后它里面这一件和外面的那个袖子 条纹理是不一样的 里面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毛衣的材质 然后外面这个是比较有那个条纹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里面就是稍微它有一点扎 它不是羊绒的吗 不是羊绒的 你看着很像羊绒的感觉 那个料子很好 但是其实它不是 所以我才说性价比较高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扎 但是我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像它不行不行 这种给我穿的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你就不要买 然后Friendly Shop的话 它是如果你想退的话 它是不能包那个退的那个 还要付退的游费对吧 对是要你自己付的 所以如果你想买他家的东西的话 就是需要谨慎 就是你的尺码包括样式都要看好 要买你是要自己付孕费的 除了这一件毛衣我还买了 这一件就是误打不撞了 是因为他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要去游戏回去退一下 正好又是那个澳洲这家系列 上个星期才开始上 其实国内已经半年了 对半年了 然后澳洲一般都是比别的地区 是要迟半年的 这个毛衣 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模特 穿我一下子我就种草了 是因为他的这个毛衣的这个纹路 是前面和后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后面这个背后是竖条纹 然后前面是横条纹 就虽然是一件很普通 看起来很普通的毛衣 就虽然是一件看起来很普通的 一个藏蓝色的毛衣 但是因为它前后不一样的这个设计 就使你的那个穿搭变得就是有 就有层次 而且这一家系列 这个系列是比其他的 比如说U系列啊 这大维纹系列用的那个毛衣的材质都要好 所以它显得这个整个毛衣很硬挺 再加上它的这个设计 就很有那种大牌的感觉 这本来他们感觉平平无奇 但是穿起来还真的还是 而且它跟这件比的话 这个是完全不扎的 就是很软 反正我很喜欢这件 因为库嘛 就是觉得如果是性价比还不错 对 而且它你可以穿的时候可以把脸子是遮盖 直接盖到嘴就很时髦 你如果不想遮脸的话 然后它这个是有一个开叉设计 你如果不想把它盖在脸上的话 你也可以因为它有一个开叉的圣件 你也可以把它这样翻下来 但是我自己的话我还是喜欢这样的书圈 就总之看起来很洋气吧 对看起来很洋气 这一家系列是我之前看了一些博主的传达和一些博物博 我感觉像那个卖楼小姐 就是女装我完全不感兴趣 然后那天她买了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就为什么不能买点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过去挑的都是那些特别fashion 特别潮的小哥哥 就是都是那种穿着中古的小gay gay 然后我就觉得 那潮人都来了 我也应该挑一挑 因为之前我在网上 其实我早上在网上的时候 她给我发邮件的时候 我进去的时候还都有 还是全的 但是我就是本着内心觉得 哎呀算了吧不买了吧 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的想法 我就没有看 正好恰巧两天之后 我们就要去换东西嘛 然后我就觉得那试一试吧 因为王大猫说这个是一个掉尖的 就是比较像韩国的那种戏服的感觉 所以说我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 是所有那个优衣库联名 系列的材质是最好 最好是羊毛的 对 然后它这个就是好带 就是你看起来也很平平无奇很简单 但是你看着穿上身上的感觉 就是特别棒 因为它这个你看它是掉尖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挂起来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它这个是这么掉尖的 看起来是有一种就是坠的感觉 对 就是不会说显 说因为以前的西服就会显平平 非常板像一个上班族啊 什么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 穿起来有点休闲的感觉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虽然是扩解的 但是它又不是很长 对它又很 它的袖子和那个 这个是男装啊 我们买的是男装系列的是 TRA 它虽然是扩解的 但是它这个袖口啊 包括这个衣服的长度都不会过长 就不会觉得你在穿一个 就是爸爸的那种衣服 对对对对 就是又时髦 然后然后结果这个拿回来 本来是打着奇奥的给我买的 然后结果最近两天它都在穿 对 因为真的就很好穿 像我是很喜欢买这种别针 也真的我还有一个露一维的 就是你别一个这个 别人在这个口袋这边 就是就很阳戒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可以这么穿吗 可以了 可以这么穿 超级可以 现场现身说法 对就是很时髦 哎这很好看啊 超级好看 再加上底下穿一个短裤都很薄 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很加分的嘛 显得你这个西装就很硬挺 嗯很好看 嗯蛮棒的 我觉得 我觉得 它这个系列我要说一下就是 因为就是用料比较好 是比其他系列稍微贵一点的 像一般的优衣裤联名的西装 是大概149 对这个的200多 对对对对 放在那边 刷出刀衣服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是Palace的 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吗 就是Supreme就不是很好买 因为它只有北美加拿大日本 还有香港吧 Whatever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已经放弃了Supreme的念头 因为在澳洲你只可以在Wave the Never Die买 但他们家的价格又很高 在我买了两次之后 我觉得肉很疼 于是呢我就转型了 我就觉得去买Palace 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也是美极初心 然后我觉得它的用料啊质量啊性价比都很高 然后 然后其实本来我在欧洲 它也是最近好像 就好像最近货是因为王一博 是因为王一博带货了 所以就是很难抢很难抢 因为Palace可以 那个shipping 就是全球都可以 所以它现在对 它又很好很难抢 然后呢 因为我看每次你都说没想到没想到 就每次的话 就它那个是没有时间给你发的 它是会给时间 但是那个时间 对很奇怪 就它一旦更新的给你发邮件的时候 你肯定就没了吧 然后好死堵死的是澳洲还比较感谢 因为Supply的家可以买 Supply很良心 对对它很良心 因为它比欧洲的价格还要好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这一季的一个衣服 然后就是前面 对这一季的新款 它是一个藏蓝色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Palace 一个他们家经典的logo标志 就很好看 然后它也是一个吊件的设计 也不会觉得太壮 然后下边是个小收腰的 底下露一个小白边 会穿起来很好看 看就是很好看 然后再加上的话 它的带子也很好看 因为它后面是一个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灰色的 派家这个唯一的话 我不推荐买黑色 因为黑色配他家这个logo 是我觉得很宝 我觉得直男审美 黑色OK吧 但是黑色就卖了 但是我也要遵循一下他的意见 我就问他 然后又买了一个灰色 然后这个可以我们两个一起穿 也可以说我就是换着看也可以 然后性价比超气良心 如果你是跟我们俩一样 是喜欢你偶尖的你要 就我平时穿S号 这个要穿M的 对它不是说那么酷的 然后欧洲的话是108欧一件 然后Supply的话是199刀一件 很良心 然后欧洲是因为你要加油费了 所以它每次有女刀 按照定量的比较加油费 所以说我觉得Supply真的很良心 给Supply疯狂打靠 希望Supply下次能让我中鞋 谢谢爸爸 希望Supply就是多跟一些品牌 希望Supply看到我的视频 然后跟我说 你是个不错的博主 然后给我中鞋 谢谢 然后余子同志这一季特别火的 是因为欧洲先上了 Supply后上了 我看了一下 就是我现在一直 就是家里帽子很多 大概有100顶这样 就是夸张了 然后王的猫说 这就是这一季嘛 这两季大概是牛仔颜色的帽子 特别吃香 特别火 然后的话我就这样一直想买 然后之前 因为平时都是黑色比较多 对 然后完美错过了其他的 然后这次我发现欧洲的这个 因为是个特别快 就是下的特别快 就马上就收到的 我给大家带一下 就很好看 就是几乎我这个脑袋 完美驾驭所有的 因为它的脑袋够小 这个是不是比平常的要小 这个就是 嗯还挺小 因为它头已经够小了 对 因为正常的话 我所有的扣都要拔到这个头 但是这个我还空了一般 像我们这种大头 你彻底不要考虑 嗯 然后你看这个就很好看哦 这个 好看 没洋气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设计 就只有帽子有嘛 然后这个是跟他们家同款 所以跟我的卫衣是一样的 对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 但是之前都是出的那种布料的 对 然后是牛仔的 这个是牛仔的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韩国 对 反正就是这两个帽子 我就很多人喜欢 然后性价比超级高 就是这个是有size选择的吗 这个是有size选择的 哦 是这一选s到m m到ll 在child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我一般都会选s到m的 因为有的时候s到m还是会很大 反正 嗯 我觉得一般人嘛 就是m到ll的 就是我是s到m的 因为它这个s 它带都稍微有点小 反正还蛮好的 性价比很好 然后我觉得就这样一储蓄还不错 我觉得王业博恩带货的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也 弄下分 然后说到帽子的话 我这次也买了一个帽子 看完一下我们俩对比的帽子 你就知道家里的地位 是有这个高低级分的 你知道吗 那都没有了 因为今年就是很流行 牛仔的帽子 然后我买了一个loy will 这个是下一季系列 有一个title的系列 这是一个小瓜 我跟你讲 这个明明是他给我订的帽子 对我给他订的 因为这个太大了 因为loy will要的帽子 这个是最小的 就很阳气 哇真的好看啊 所以哪怕这么穿都很阳气呢 对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对 但是你如果看他带 我一开始给他买的 就 他带着特别奇怪 傻人戴傻帽子 是因为我太low了吗 感觉像那个斗笠菇 就是我成功把一个made in Italy的帽子 Italy的帽子变成了made in Vietnam 反正就是我觉得 反正就是我觉得 而且就是我在给 就是很熟 料子什么特别好 然后这个 这个主要是这个logo 我觉得特别棒 嗯 而且如果大家如果觉得loy will 比较贵哦 建议大家可以买JW Anderson 就是一模一样的帽子 只不过logo 只不过是logo不一样 但是用料啊 剪材啊 一模一样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看 对 那个是一百多 没有吧三百多 三百多 三百多 这个墨镜是我最喜欢的 我当时看lobe的话 我是一眼就是 想中这个墨镜 然后要吃玉顶 那也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天使沙拉 对 天使沙拉人真的很好 然后这个 米白色的 就是他 我觉得loy will的这个材质真的 比一般的墨镜 他没有这种塑料感 嗯 完全没有塑料感 而且他的配色很高级 就是他不是那种四白的墨镜的白色 是一个米灰色 嗯 就是特别洋气 然后这个旁边 旁边是这个logo 哎很好看 然后尾巴是他家的那个 对 就是很洋气 而且这个上 就你看着很夸张 其实完全不会 就戴着很洋气 就是很洋气 就他们家的帽子 他们家的这个 对 这个你墨镜很美 而且显脸小 对 你就这样其实 这个不会奇怪 其实这个 他的夏天也就是很夏天嘛 很深的海滩 如果你配一个樱花的那些衬衫 T恤 就好像可以出海了 我觉得 嗯 很好看 而且他那天跟我讲 他这个眼睛是蓝的 就是看天空 天就是很蓝很蓝 天是蓝的 就不会说你家戴墨镜 就会 天是灰的 天是灰的 就眼睛不太舒适 这个的话 你看那个天空 还是有点蓝色 就很舒服 而且你知道他特别霸气的是 在车上 我在开车呢 把我的有度数的墨镜摘着 快给我看一下天是蓝的 你戴他 我说他戴他 我戴他 还有一个橘色的 这很洋气 这设计很特别 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 颜色 头颜色的问题 关系 就是觉得 必须带一点颜色 什么好一点 黑色头 我觉得应该涂一下 我觉得还 对 无意冒犯 大家也不必要多染颜色 所以反正就是这个 很好看 就很drama 关键是他附带的这个 眼镜盒 也很特别 是皮的 然后里面是绒布的 而且关键是他还有一个 这个吊舌 你可以放在包子上 或者你 比如说去海边玩的时候 你可以挂在脖子上 对 就是很方便 很良心 我觉得 嗯 好 我们已经不怎么去穿 Iconic衣服的床下 我们开始着重于买他们家的收藏 他们家每年的那个 每年的这个杯子我都会买的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好看 这是今年的四个杯子 但不幸的是 我最喜欢用的是这个颜色 对 但是不幸的是 看到的时候只剩这个了 对 然后这个搜到我们还能看 但是这两个根本都看不到 对 所以说给大家展示一颗 这个很好看哦 那 这是蝶了 这是杯子 它是这样放上去的一套 对 它这个是表面不是那么光滑的 因为它是handmade我觉得 对 而且它最让人就是惊喜的是 你看里面 因为它这里面handmade嘛 就里面凹凸不平 而且它的这个颜色抹的也不是很均匀 但是你能看得出你跟别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再有一点的是 而且它是有一点重量的 然后 好 这边写着限量 这是一共63套 这个是就52套 我觉得一语也还不错的 然后这个盘子底下也有 盘子底下也在这个是对应的是多少 对多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 就很有意义吧 他们家的我反正是只要是它出这个 但是同样的问题来了 它的性价比不高 不高 就如果你要追求性价比的话 那你就还是不要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双条杯子的话 可以考虑 假如说你要觉得家里放那么一条杯子 不喝水 不把它打破 你愿意看着的话 我觉得你拿它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这次买了一个什么样的超可 是我很久没有买到 就是这么让人心动的那个首饰了 我是很喜欢买史尼尔家的首饰的 尤其是最近这两季吧 就是史尼尔的那个首饰都很偏中国 就是你就不需要去那个ventage shop买 那我觉得是 其实ventage shop的话 性价就没有性价比可言 你只是一个收藏而已 对 然后一般都要一千多少币 很贵 很贵的 而且法国不说 而且就是很贵 法国不说跳到市场的更贵 对 就跟我看了都挺喜欢了 然后因为它这个新的这个设计师嘛 它就是会把以前的ventage的那个款式 再拿出来复刻吧 然后这个是我看今年春假那个秀上秀款里面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choker 它是书包扣 然后配上那个皮链 关键它不是一整条的那个皮链 它是半个这个皮链之后 还有那个金属的元素就是很甜酷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你可以当成choker带 也可以当成像链带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是以后的一个中午的款 也是大货的 是值得投资的 就特别特别好看 就是那样的东西就是它 它家东西就是你穿什么那个衣服你都可以配的 哪怕是就是你又可以甜也可以配的 就是很好看 很特别 这样就变成choker了 对 这样就变成choker了 对 然后你也可以是 就是可以松一点的 这样就是普通的项链 但是每 说到choker的话 它家的choker是相比于其他的手势 是很怕卖的 对 对你是需要跟你的sells 就是你看完之后 你要看中哪一款 就要跟你的sells预定的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我算是买了晚的 然后我是好像看了那个迷信 嗯 还是博主带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问我的sells 他说 只有purse 只有purse有一条 就是想买lasechoker的话 就是一定要下手款 要不然肯定是买不到的 然后它这个的话 是有一点重量 做工啊 五金啊都是很好的 而且算是它家性价比高的 嗯 算是吧 算是吧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我是不知道价格的吗 我跟它都是以为两千多 对 因为毕竟是有一个皮链 而且又就是有金属的嘛 嗯 结果发现是一千四 就还可以吧 就比预想的稍微便宜一点 最后的话 是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买的这个靴子 它是那个putin 它是一个长靴嘛 是呃 一个压纹设计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靴子就是最大的优点 就在于它是呃 筒是比较宽松的 而且它的长度恰到好处 就如果像我的话是小腿稍微比较 跟我的腿的比例比 其实小腿是比较粗的 然后如果是这种就是短筒的话 顺好砍在小腿处就会觉得腿粗 然后这个像这种长筒的话 它是刚好是在膝盖 就会把你最细的那部分露出来 就是特别嫌腿细甜腿长 最关键的是它这个筒它是不包腿的 很多靴子其实它是粗细适中 它不会做的这么宽松 然后如果你的腿型啊 就比如说你像那吧 就这些腿筋不是那么好看的话 如果你靴子太包腿的话 是完全暴露你的那个腿筋的缺点 最关键是我觉得它的质量很好 嗯 就是Totem家的质量真的很好 这个真的挺好 皮很软而且很舒服 穿的那个脚也不会疼 它的性价比是有性价比的 一般的这种靴子的这种质量的话 品牌的话不需要2000多 这个的话只要1000 那很便宜 加上运费的好像是一斤 我现在连一个大盆的拖鞋都两成多了 对对对对 而且很时髦 就是配上那个 尤其今年很流行靴子 配那种宽松的端裤 超级时髦的 像配这个 这一身就很好看 我是买了37版的 然后是稍微 其实稍微是有点大的 因为36版卖光了 今天就是我们全部的公共分享 然后总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他买的东西都还可以 还算是有性价比的 但是我买的东西大多数都没有性价比的 总之就是最近买的东西很成功 很喜欢 然后接下来还是陆续给大家分享 对生活有用的东西 然后向大家去支持与喜欢 然后这一期就这样了 拜拜